筹备四年开拍 马来西亚语坛一哥拿都里纵尾自传电影 《力冲》为全球首映里星期五晚上引爆 一哥西装笔挺 带着妻子黄妙珠和两名可爱儿子 到现场和两万名观众一起观赏 这一部片长133分钟的导演剪接版电影 电影开始前 红地毯星光翼翼 除了一哥和家人 出现在红地毯上的 还包括饰演李宗伟父亲和母亲的 新加坡演员李国皇和杨燕燕 大小李宗伟曾冠元和黄伟杰 青年级体育部长凯里 多名体坛传奇人物如拉什家族等等 前首相敦马哈迪和夫人敦西蒂哈斯马 也参与其胜 李宗伟在发言时竟然高呼非常紧张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都蛮很紧张 因为在平时打球的时候 都没有两万人在现场跟我加油 有可能在电视上有现在现场有两万人 希望能带来一部好的电影 给我们下来的第二代 就是说能就是给他们鼓励跟支持 下来他们的运动员的生涯 乐坛吸金蔡恩宇和歌手拿比拉 也在电影开始前 第一次公开演唱电影主题曲《烛光》 Chahaya Dwarra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首映礼打破马来西亚记录大权 也写进亚洲记录大权篇章 成为亚洲最大型电影首映礼 电影版李宗伟将在3月15号 全国上映 炮新闻陈慧欣报导